甜心教主今夜发来最新的宣传照 自称很久没有发美照了呢 看看这复古小碎花加麻花小便 很有一种云南风情的韵味 也许心灵在告诉大家 彩云下的我们真的快要播了哦 这也许就是新的宣传照素材也说不定哦 昨天最新消息 星星的约定改名为彩云下的我们 星星女孩们摇身一遍要改名叫彩云姑娘了 眼看着2022年即将接近尾声 停播数月的星星的约定 终于传出了复播消息 网友们激动不已 只不过听说改名后的彩云下的我们重新上线 不仅需要补拍部分内容进行剪辑调整 也许也删减了很多吃喝玩乐的部分 大家担心节目的趣味性会减少很多 根据今日最新爆料称 之前确定好的网络和卫视双播 也将改成纯网播 其实这样也好 不上星了 也没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压力 如果最开始就只是纯网播的话 也许星约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 何坎坷吧 之前在节目停播出期 外界对于星星的约定停播原因 给出了很多的猜测 一个是因为10月比较特殊 综艺节目需要让路 但是10月过后 陆陆续续很多节目复播了 多个新的节目也已经播出了 只有星星的约定迟迟没有消息 之前有人认为星约的节目涉及了敏感艺人 但随着胡彦斌参与的再见 爱人第二季的正常播出 这个说法也不攻自破了 还有人猜测是星约的节目娱乐性过强 质量不达标上星的标准 需要下架整改 但是对于一档节目质量的界定 本来就是1000个人眼中 有1000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但从星星的约定 首期播出反响看 节目豆瓣评分高达9分 单纯从评分看 内容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说星约 如果没有停播的话 播放率会轻松地超越 皮格尔和其他同档期的综艺 可以看出这次改名后的节目 芒果台有意图 要把它当作一个全新的综艺来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网友们很好奇的是 第一期节目会不会重新剪辑 重新播出呢 节目会制作新的宣传片吗 目前来看还有很多 疑问无法得到答案 但是节目粉丝们的速度 那是相当之快 已经为彩云姑娘们 自制了一个全新的宣传片 加上了新的彩云之男BGM 看着有种莫名的感动哦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这次姐姐团即将奔赴一场 和老友重逢的旅程 解锁云南这朵绽放的高原之花 遇见日生月落 云雀云书 在诗话引语间 遇见生活与自由 我要和我的姐妹们 去看祖国的大好和声 拍很多的美景美照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 第九天长 第九天长 好朋友对我来说 是双向奋赴 我觉得真是珍惜了 这次我觉得在旅途中 还有不同的体会吗 我们赶紧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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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是奶奶的电脑在哪 你的眼里是个人的阳光 这世界里还不长 如今你又在何方 我又赶紧出发吧 别一点点钟 别别看 小雪之声 别人一场 好可爱 在云之南 我心的方向 空缺飞起 回忆有磨藏 雨龙水上 闪耀着一光 瀟灑离江 人在路上 彩雲之南 归去的地方 往事繁忙 随风飘扬 目的坠边 歌声在流淡 不复旁 生长荡荡 既然那是你的天多的灿烂 你的眼泪是温柔的阳光 这世间也不够照 如今你也在和好 我都会给你走路上 远远远远逃走万人后 少许只剩一遇好 你不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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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